2012年11月 在这个31岁男人的生日party上 他请来了鸟叔Foreal Chris Brown的本顶级巨星前来表演 甚至啊 让小甜甜布莱尼 从蛋糕里边砰的一下 跳了出来 他在纽约 拉斯维加斯 好莱坞开最豪华的party 请来最顶级的巨星 一晚上就可以花掉数百万美金呀 就是这个相貌平平 其貌不扬的马来西亚小伙 没有人知道他的钱是从哪来的 他的名字叫做Joe Lowe 莱奥纳多小李子是他的好哥们 微蜜超模美人男是他的旧情人 他过着我们在电影《华尔街之狼》里边 看到的那种娇奢淫逸的生活 夜店 狂欢 豪赌 哦对 罢了说 《华尔街之狼》就是他投资拍的 不过啊 这个非要把自己生活拍成电影的小伙 他的报复 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冰山一角 在这背后 其实隐藏着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金融骗局 有异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有全世界最疯狂的party 华尔街最顶级的投行 和凭空消失的天文数字 这么多人合起伙来 用最复杂的手段 就干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 就是偷钱 是不是很刺激呢 我们废话少说 开始 这史上最大的金融骗局的始作俑者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马来西亚小哥 周露 我们就叫他Logo Logo其实从小加一条件就挺好的 然后一直都上很好的学校 后来去了英国 上了一个贵族学校 叫做Harold School 就是在这个学校里边 他认识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呢 就是马来西亚政界大佬的一个继子 然后他俩就玩得很熟啊 于是呢 这个Logo就顺藤魔寡 顺理成章的 认识了这个政界大佬 这就说到了我们整个事件里边的 第二个关键人物 就之后的马来西亚总理 叫做Najib Razak 我们就把他叫做吉老 09年的时候啊 吉老成功当选了马来西亚的总理 这时候小Logo28岁 他在马来西亚没有一观半指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成功说服了 新冠上任的吉老一财政部的名利啊 建立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政府基金 叫做伊玛基金 1MDB 哎 你看就是这个胖寒寒 说服了这个大佬 建立了一个国家基金 嗯 他一定非常有人格魅力啊 这伊玛公司啊 全称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发展公司 你听这个名 就只要就是国家底下一个基金 说白了 就是给国家的发展建设 去做投资的 他之后也确实弄了几个 那种发展的项目 比如说马来西亚商业区啊 发电站之类的 你想是发展的项目 肯定需要大钱 这伊玛公司就可以顺理成章 光明正大的发展 向大众去融钱 而且啊 这个吉老 他不光是马来西亚总理 还是财政部长 哎 他就成功的享有了 可以支配伊玛公司现金流的权利 所以你看着他这么光明正大的 发展愿景背后 其实变成了logo吉老 这帮人的提款机 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管 首先啊 干这个事肯定需要借钱 对吧 借钱怎么借呢 发债 当然他们也知道自己后来要干什么 所以这肯定不能光明正大的发债 哎 咱得偷着借 咱们之前说发债要找投行 所以呢 他们就联系了一圈这些大投行 最后就选定了高盛 哎 你说说又是高盛 赶这出点啥事都是高盛 不过确实他们企业文化 就是那种竞争激烈利益之上 给员工奖金给的也是最慷慨 要求也是最苛刻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竞争很激烈 你要赚钱你就上岸 你不赚钱你就滚蛋 哎 扯远了 我们说回来啊 至此这个最大金融骗取的三大主要人物 就已经都粉末登场了 计划者 logo 掩护者级了 还有执行者 顶级投行高盛 好你看这人都聚齐了 接下来就要供楼打业 一马公司就跟高盛说了 哎 小高啊 咱小点声啊 你帮我们发点债呗 悄咪咪的 要轻 要快 之后回报 高盛一听 乐开了话 他们就喜欢做这种 声音小小 回报 的业务 上上下下 达通一切 马来西亚政府官员一顿贿赂 最后成功的 接下了这个大单 接下来呢 就是对高盛来讲 很简单的一些业务层面的操作了 就发债呗 发债说白了 就是去跟大众借钱 但一般发债的时候呢 是会根据这个公司的信用评级 来看这个借债的利息的 说白了就是你信用差 你这借债利率就高 信用好呢 借债利率就便宜点 但是这个伊马公司 他刚建立哪有什么信用 说高盛 非常的会玩 就立马去沙特找了一个基金 叫做IPIC 来给这个伊马公司 做信用担保 沙特那公司老有钱了 那这一下信用就上来了 高盛就开始去联系广大投资人 就跟他们说 说你看都是投这种建设性的项目 之后回报也很好 也没什么风险 都有沙特那基金做担保 你们就赶紧投吧 于是乎在两年之内 就一二一三年这两年 高盛一共帮着这个伊马公司 容了65亿美金 你看这事办得这么好 你知道高盛从这里 拿了多少提成吗 拿了6亿美金 一般发债1%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那6亿美金 容65亿就拿了10% 平时10倍的收益 以高盛的精明 他肯定知道 这个里边的钱 后面能不能还进去 都是个问题 好这钱现在是借来了 那下一步 总不能直接往兜里揣 他也没那么傻到那个地步 所以呢就要完成 咱们经常听说的 有一个操作叫做洗钱 这就到了logo非常擅长的部分 他们用了很多各种复杂的操作 这里头用的最多的 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专有名词叫做layering 就是分层隐藏 说白了呢就叫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比如说 我有1亿美金的巨额当款 那我就需要把它拆成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小钱 在各种银行账户里边打来打去 但因为有这一层一层来回的打 所以不管是银行 还是假设FBI要调查起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layering这个操作 在洗钱里头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银行肯定都有所防范 但是 logo在这里边就进行了一个骚操作 他就给他的这些账户 起了一堆奇奇怪怪的名字 这些名字呢 看似就像是一些大公司的子公司 或者一个部门 就比如说 咱知道阿里巴巴呗 logo就起个名叫 阿里巴巴亚太合作社 我瞎说的 虽然它看着很像是阿里巴巴 虽然起了一堆这种大公司的名字 那你想这些大公司 其实信用评级也都很高 那偶尔有一些大额的交易 也很正常 你就能看到什么 阿里巴巴信用合作社 和Google战略开发部 和黑石亚太基金部 账户值钱每天打来打去 打来打去 而这些钱其实最后都落到了 吉老和logo自己的口袋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么一大痛 其实这三个人联合起来 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首先有一个异国的最高领导人 来给你弄个机构打掩护 然后有个超级大骗子过来策划 还有一个顶级的 华尔街投行来负责执行 神不知鬼不觉 从他中手里头把钱借过来 然后就不还了 这个事如果不败了 他们可以一直拆动墙 补锡墙 借新债还旧债 也没人知道 想的还挺美 据统计一共有15亿美金 留到了吉老和logo的个人账 15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那就将近百亿人民币 你想想 就算你日薪200万 这都要赚14年 这么多钱 骗都骗到手里了 又不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 当然就花呗 所以就看到了 最开始咱们说的那一幕 logo就全世界的狂欢 开party 你看他的密友都有谁 Paris Hilton 小李子 Lisha Kiss 然后还有各种 你看着脸时候 叫不出来名字的超级巨星 logo在14年参加晚宴的时候 自己就发出豪言 你看这就是疯狂的 Paris Hilton小姐 和看待一切的logo 然后还曾经跟维密超模 Miranda 还有肖亚轩约过会 就妥妥的一个party king 之前拉斯维加斯 有一个赌场的经理 就透露说 logo可能是她见过 有史以来 她接待过的 最能花钱的主 你想想 这都奢华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不光这么撒钱玩 她还得买点固定资产 于是她就在纽约 好莱坞 就开始买豪宅 飞机 私人游艇 名画 什么贵买什么 这还不算完 可能为了纪念一下 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 于是她就出资 拍了华尔街之狼这个电影 请了最有名的导演和演员 所以你看小李子 在得金球奖的时候 就着重地感谢了 这两个马来西亚小朋友 谢谢 祝威 Riz 和周 谢谢你们 不仅仅是合作者 但在这部电影上 也在这部电影上 就都这么个花法了 还没有人知道 她这钱到底是从哪来的 就知道他们可能某种程度上 跟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点关系 看马来西亚政府这边 极老照样 表面上风风光光当她的总理 然后贝弟弟就开始拿这些钱 去给她下一次选举造势 当然她还没忘了她老婆 还买点什么珠宝首饰 包包 哄一下家里的太太开心 还把这些钱都换成现金 藏在家里 不过实话说 这Logo和吉老真的是太贪了 你说这么大巨额的赃款 你还想就敲咪咪就花了 你还想干什么 果不其然 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2015年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就发现 伊玛公司一个超高的价格 收购了马来西亚的一个发电站 之后这笔钱 又有一百万美金 去资助了一个小学 给吉老之后的选举遭失 这个事儿就很奇怪了 又跟吉老挂上关系了 《华尔街日报》就这么一层一层地插下去 于是乎这个数十亿美金的世纪巨片案 被一点一点地扳到了大家的眼前 就发现最后有6.81亿美金的财产 落到了吉老的口袋里 就这个事儿 吉老到现在都嘴硬 就是我没拿这笔钱 这是沙特阿拉伯的有一个人士 给我的政治捐助 之后《华尔街日报》又爆出来 有一笔14亿美金的钱 本来说要支付给沙特的一个公司 后来说着说着这事儿就没了 接着又发现了咱们之前说到的 那些莫名其妙的公司名字 什么阿里巴巴 实业部 什么黑石 亚洲投研究社之类的 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据不完全统计 这个伊玛公司的财政亏空 要达到110亿美金之多 这事儿曝光之后 就有超过30万愤怒的马来西亚人 上街去游行 他们真的是受够了 这种明目张胆的贪腐 更有一些极端分子 就说吉老你要给我提头来见 于是在18年的5月份的时候 吉老在连任选举中被轰下了台 两天之后法院就勒令 他们禁止出警 然后开始对他们进行抄家 18年6月 马来西亚警方突袭了吉老家 搬出来了284项的包 以及72项的金银珠宝和现金 总价值有2.75亿美元 半年之内 吉老和他老婆就被指控 包括洗钱 逃税 贿赂等等 40多项罪名 去年最终吉老被判了12年的 有期徒刑和5000万美金的罚款 Logo这边那些脏款脏物 游艇豪宅 宁化 飞机 也都一点点被追回来了 目测能有9亿多美金 华尔街之狼的制片公司 也赔了6000万 当时和Logo交往的Miranda 也把Logo送给他价值 800万美金的珠宝首饰也都上交了 高盛这边欠的债也总是要还的 他先赔了马来西亚政府25亿美金 后来美国政府又罚了他们28亿美金 加上零零散散的给什么香港 英国 新加坡 最终被罚款超过了50亿美金 我们最开始说负责这个项目的 亚太地区负责人Tim 这个曾经风光无良的明星银行家 也因为涉嫌到了洗钱和行贿 很有可能要面临数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 当然这整个事件不光涉及这三方 因为这利益链条确实特别巨大 包括像中东的高管 新加坡政府 美国安全局等等等等 上百人的利益链条 但你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吗 哎 并没有 Logo上交了9亿美金的赃款赃物之后 就无影无踪了 美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就开始对他进行全球通缉 吉老这边呢 虽然说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他对外一直宣称 人民们你们相信我 我没有干这种事 那钱就是沙特阿拉伯给我的捐赠 然后就不停的在上诉 说以这个案件的复杂程度 他审理就还起码造起码要5年的时间 那这5年里边 吉老就是安然无恙 甚至还可以跟他的政治同僚们 讨论一下如何能够竞选下一节的总理 再回来说高盛这边 那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叫事 就算这个deal 他们可能是赔了些钱 但现在照样是 华尔街最能赚钱的投行之一 所以像以高盛为首的 这种华尔街大投行里面 他们也知道 三天两头就会出点爆雷的事 提前就预留好了巨款 叫做Legal Reserve 提前就放过来那么十几亿 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的资金 就为了防着 冷不定被这么罚一下 而最初丢下的那40亿美金呢 到现在查出来了 追回来能有一半 但另外一半还是下落不明 但是追不回来 那么最后到底是谁 承担了这些巨额的损失呢 有当初从高盛那买债券的债主们 当然也有马来西亚的人民群众 请不吝点赞 但是许多的照片 而且他的身边 很多人可以 跳过来